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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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个依居式的民宅 房子有些旧 但采光还行 通风非常好 夏天可以不用开空调 打开厨房的窗子和卧室的窗子 穿旁风一过非常凉爽 甚至晚上有些冷还得盖些厚被子 而楼主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 发现夏天35摄氏度以上 不开空调是受不了的 但他们那个房子里面 却比正常房间温度明显要低的 楼主怀疑房子是有点问题 但他们再也没有发生过 鬼压床的情况 直到后来 楼主发现自己的头发 一天比一天白的多了 原来在北京熬夜加班 只是偶尔的几根白发 拔掉就没事了 可在这里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霜病都白了 皮肤松弛 眼圈发黑 面色苍白 精神状况很差 更可怕的是 楼主和她老公 两个同时出现了这个状况 两个人看起来 都像同时突然老了十岁 难道是因为生活不规律 可也不对啊 楼主他们也并不熬夜 直到有一天 楼主照着镜子 看着自己的样子 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 我们像杨寿被人盗走了一样 一月老了十岁 她老公猛然地一惊 惊恐地看着房间 把楼主叫出门说 还记得前段时间 我被鬼压床的事吧 没准我们的杨寿 真的被人给洗走了 要不我们搬走吧 抱着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原则 楼主找到了新房子 搬到了陆家嘴 原本以为第一个房子 就是楼主在上海 遇到最诡异的经历了 没想到只是个开胃菜 真正恐怖的 台在后面 之后 楼主在陆家嘴附近租过 一个依居室二十多平的房子 这是租的第二个房子 住到了2012年的二月份 春节前 房东把房子卖了 提前收回房子 支付了违约金后 楼主连着看了好几个房子 突然有个中介联系她说 她那里有个超级划算的房子 看房室后发现 旧楼房 六层高 没有电梯 有两个房间 一个小厨房 和一个非常小的洗手间 楼层的挑高也不太高 进门之后 因为没有客厅 是一个像走廊一样的空地 进门对着两个卧室门的中间 这个走廊的另一边 就是洗手间和书房 没有窗子 非常的暗 要开灯才能看到人 这样的房子 两千八一个月 中介费也给了一个很优惠的折扣 楼主觉得很是幸运 还打算把另外一个屋子 找一个合租的室友 一起分担一下房租 中介给出房租便宜的原因是 因为临近年底 不太好租了 现在想想 凡是便宜太多的房子 都是有原因的 但谁也没想到 这个房子竟然是比较邪门的 因为房子便宜 两个卧室大小差不多 楼主另外一个屋子 以每月一千四百元的价格 租给了两个合租室友 是两个刚毕业的 法律专业律所实习生 一个是东北的女孩 一个是河南的女孩 这两个女孩很直爽 相处非常愉快 原以为事情就可以 就此平静下来 可诡异的事情 才刚刚开始 一次下午三点 楼主有时回家取东西 发现楼主自己屋子里的电视开着 频道是一个专门播放动画片的频道 而隔壁女孩还在上班 老公也去上班了 不知道是谁开的电视 而卧室的门本该是锁着的 难道是楼主老公开的 据楼主所知 他也并不喜欢看动画片的 之后楼主问他 也说他早上没有开电视 又过了一天 楼主老公下午因为有事回来一次 也发现电视机开着 下班回家后一直唠叨楼主 不节省忘记关电视 到了晚上 他老公开着电视看着电视剧 结果电视机自己换台 到了动画片的频道 他老公换回来一次 结果又被换回去 还是动画片的频道 楼主到现在还清楚的记得 电视上放着日本动画 樱桃小丸子 那时候楼主第一次 有了点看恐怖片的感觉 打了个喊战 他和老公对视了一眼 又过第一个房子的经历 多少都有点害怕 后来有一次 和两个合租的室友聊天 其中那个河南的小姑娘问楼主 说你是不是经常白天在家呀 楼主说没有呀 小姑娘说这一天在家 总听到隔壁有电视的声音 楼主吓了一跳 因为他回家的时候 电视机是关着的 那几年楼主被阳光曝晒就齐阵子 出门总打一把遮阳伞 有一天楼主和同事说 自己的脚踝韧带松 所以从来没有崴过脚 扭得再严重 轻轻松松活动两下 就能正常走路了 从没有冲过 第二天又拿着伞 下楼走到二楼时 感觉有两股很冷的风 在脚踝间吹过 有个非常大的力道 推了楼主一把 下楼且没有防备的时候 突然不平衡 脚踝重重的扭了一下 剧痛过后的脚迅速肿了起来 养了两个多星期才好 再后来 合租的河南女孩要退租 原因是被查出了非常严重的肾病 要回家住院治病 东北女孩又找了一个新合租的室友 崇明女孩 她说她很少生病 感冒都很少 楼主突然想起前段时间 自己被光速打脸的经历 担心不已 结果过了一个多月 果然 小女孩就回家治病去了 据说是肠胃方面的问题 走之前还怕防退了 又过了一个多月 东北女孩找到了楼主退足 原因是她也生病了 还挺严重的 肺部抽出了两针管的基因 她说自己身体从小非常的健康 很少生病 结果这次生病就这么严重 还要住院 她说 崇明女孩走时 也说这个房子有些邪门 风水不太好 让她赶紧搬走 而她现在身体出现这个事情后 她非常的害怕 和楼主商量退足 并且走之前 反复地劝说楼主 尽快离开 楼主现在也不理解 当时为什么那么固执地 认为房子没有问题 是因为房子太便宜了 交通很方便 还是想证明自己不信这些 坚信所有的一切 都是巧合呢 留住了一段时间 楼主开始每天早上全身浮肿 比较直观的就是 早上比下午胖一圈 皮肤一按一个坑 楼主去了三家医院 查了肾 脾 膀胱 都是正常 还有其他相关的器官都正常 可 人的精神开始疲倦 晚上睡觉质量不好 渐渐地连走路都没有力气 而且越发地怕见阳光 每天更愿意在家里躺着 再后来楼主的妹妹来玩 有一天楼主在上班 她妹妹在家里面睡午觉 突然下的浑身都是汗 开始她不敢说为什么 表示就要离开 被问的没办法 只好说中午在屋里睡午觉时 梦见外面进来了一个老头 穿个灰色的衣服 说让他们都滚出去 在楼主的再三挽留下 妹妹暂时没走 可是过了两天 她一个人又梦到了这个老头 那天妹妹直接买票 像逃命一样地回到老家去了 走之前还劝楼主赶紧搬走 此后的一天晚上 楼主在屋里上网 听到了另外一侧的墙 有人用脚缓慢地提着 声音非常地有规律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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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轻也不重 声音还是清晰 楼主第一反应是 是不是隔壁住着一个老人 半夜病发 悄悄求救的 可半夜十二点多了 周围的邻居都在睡觉 半夜出去 楼主也是很害怕 第二个想法是打120 可她又犹豫了 那边的情况不清楚 怎么和120说呢 万一不是生病的老人呢 楼主直着耳朵 继续听隔壁的动静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十分钟 楼主越来越怀疑 这不是人干的事了 有缓慢的脚步声走动 是楼上人家晚上起夜 等等 楼主住的是定楼 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 一不小心楼主喊出了声 楼主明显地感觉 诡异的声音 停了三秒 然后突然变大起来 脚敲墙的声音消失了 但四面墙都出现了 敲墙的声音 这时 有一个清晰的脚步声 在天花扮转来 还伴着手杖 触地的声音 慢慢地 一步一步靠近 楼主被吓得一动不动 坐在那里 就在这时 天花板上 那个脚步声 在一米多远的地方 突然停下了 而四周的声音 也突然消失了 就剩楼主一个人 孤独地在屋子灯光下 僵硬地坐着 手心不知什么时候 全都是汗 此后 楼主选择离开上海 离开上海一个月后 在北京 某天楼主 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 离开了自己 突然很是轻松 一股热气 从体内升起 冰凉的身体 突然变暖 而水肘 没有吃任何的药 自然地消失了 整个人的精神 也逐渐好了起来 但是 白了的头发 却没有变黑 这些白发 时刻提醒着她 当年在上海的那些经历 并不是幻觉 帖子到这里就结束了 楼主分享很是详细 其间还描述了 隔壁有对情侣 也在入住没多久 就分手的情况 这些都是巧合吗 是楼主他们 水土不服的偶然现象 还是说 凶宅真的会作用于人呢 直到现在 楼主也没想明白 是否是未知的力量 在取离他们 最后 你有过什么 诡异恐怖的经历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本期结束 我是鬼叔 想马上看到观众 别忘了 叉点赞按钮 三连进行催更 下期 不见 不散